基隆市警方在今天是在台北线三重一处出租公寓 破坏这一起算是北台湾最大的色情光碟的制作工厂 在现场起出超过有四万平的这个四万片的光碟之外呢 甚至里这里面还发现有很多是恋童光碟 我们请记者王颖杰为我们掌握目前最新的消息 好的基隆市警方呢会同板姐呢 来到三重的这栋出租公寓 那里面呢摆放着满坑满谷的额绍色情光碟 可能算是北台湾最大的色情光碟的制作贩卖工厂 那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警方的访问 他专门隐身在台北县市的这种出租的公寓大楼内 然后呢他用全省登报以及区域性夹报的方式来做广告 用十多支的外劳卡来接受订货 那他的行动非常隐秘 出租都以双B的名车来代步 好的这个贩售情色光碟的公司呢 他表面上是打着国际贸易公司的名义 私底下是贩售非法的光碟 那他每个月不法获利呢高达了有二十万 非法吸金已经超过了上亿元 而由于里头呢有大批光碟的主角都是未成年的孩童 警方现在怀疑呢有幼童遭胁迫拍下这些影片 目前也将持续的追气 是否还有幼童因此受害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稍早情况 时间交还给国内 超过四万片的光碟 要从这里面再来查呢 到底是不是有幼童遭到迫害 这是我们看到目前破案的最新消息